第五课是 朝鲜与西方在北京的由线接触 学习目标是 第一 以十周设计 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招聘为中心 理解朝鲜对西方网络的态度 第二 理解朝公体制下 北京作为朝鲜输入 现今网络的主要通道的地位变化 现在所看到的六张照片是 现存朝鲜最早的照片 现场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院照片带有主名叫陆维林 是英国伦敦教会的移民 医药传教师 他在第一次亚非战争中爆发的 1839年去到中国 初期第二次亚非战争期间 1864年居住北京期间 从俄罗斯传教会 政府人员 列夫·伊格洛夫手中拿到上述照片的 列夫·伊格洛夫为何会拿着朝鲜人的照片呢? 与其他西方人不同的是 列夫·伊格洛夫手中拿到上述照片 第二次亚非战争集团的观光圣地 列夫·伊格洛夫身为 第十四 照片时所提到的 照片是西方的最新技术吗? 朝鲜人通过定期往来北京的实行 解除到了这一技术 这一点不足为奇 明清时期北京是朝鲜接触 并吸收现金罔路的重要城市 18世纪提倡 学习现金罔路的朝鲜北学派 也都是由着北京经理的 然而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时 朝鲜加强所有政策 排外情绪高涨的时期 朝鲜如何能够接受 在北京接触新鲜罔路呢? 让我们可以照片为中心 来一亏就近 课程活动有一道题 18世纪延伸时与西方传造时交流的场所是 在北京的哪里? 答案是天竺堂 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 受于北京并流传这间的照片并不多见 若算上以上照片为基础所制造的巴纳的话 与其数量能消失变多一些 为何大部分都留不下来呢? 1863年 李鸿一在北京拍《笑相照》时 实在不知道照片这一存在的情况下拍的 他把不用提笔主能讲《笑相印在玻璃板上》的技术 承择要素 这在当时是十分神秘的技术 从前面显存朝鲜最早的照片中 哪张团体照片就能看出来 当时有多少人抢着想要拍照 1867年代李鸿一在世界团前往北京 他在自己的流行日记《笑相日路》中 李记载道 当时他跟着三十来到摄影从业者的家中拍摄影的照片 他对照片的说明录下 不用好话 已经找着 而他只典型 在李鸿一不知其为何物的情况下 拍下照片后不到十年 李鸿一旦明确就晓了照片的原理 这是偶然吗? 当时的北京并没有中国人摄影师 北京出现中国摄影师 要等到19世纪吗? 虽然李鸿一族没有明确提及 当时的摄影从业者是西方人 还记得第四课时里提到的 新月养老是歧视爆发的吗? 1871年6月 李鸿一族在新月养老爆发 六个月以后去北京 当时在朝鲜境内 对西方人的极度反感 刻有洋溢清凡 飞转折合 组合卖国 这样的车和杯 遍布全国各地 在与西方人见面 都要十分小心的这样一个时期 朝鲜世界团的代表人物 确实找西方人拍了照片 人类的好奇心 真的是很伟大呀 此 李鸿一族在北京 找摄影从业者 早几个月之前 有人引发了更危险的一次见面 此人便是 负担着报告新月养老 十名的李鸿一族 之前的课时中提到这个人 还记得吗 李鸿军于1871年9月初 抵达北京 当时结束朝鲜远征的美国公使 罗飞迪 正在从朝鲜撤退的途中 而在北京 代理美国公使的是人士 V三维 V三维因为已经 所问美军撤退的消息 所以对于李鸿军所带的咨询 十分感兴趣 他向总理阿门提出 要看咨询的全文 但直到咨询得到了 总理阿门将大概内容整理一下 的后的答复 V三维试图接触李鸿军 李鸿军因身处敏感时期 一度予以拒绝 但最终双方还是见了面 V三维的中文 独卸十分出演 所以阿门用韩文进行了比谈 不过关于阿门见面的结论 无论是在朝鲜 美国还是中国 都有留下 没有留下 确实相当阴密的 一起见面 那么这两人见面 是如何被人就晓得呢 这是因为苏国兰的摄影师 约安·塔姆森访问北京的时 目睹了这一场面 当时还留下了两名朝鲜人的照片 虽然不知道其中是否有李鸿军 虽然两名朝鲜人的身份不像 但的确是分担大 塔姆森将这张照片收入了 至于1874年出版的摄影师 《Illustration of China and its People》当中 在照片第一部有如下说明 世界团一行对于欧洲人接触 明显感到十分不安 除了塔姆森的摄影机以外 到处都找不到上官记录 这看起来也是情理之中 但是却留下了照片 从他们的表情来看 也不像是被强迫拍摄的 对于照片的好奇心正是这般伟大 只不过这并不是一个 回到朝鲜还可以到处宣扬的事 这是被称为朝鲜开发思想笔主的 无清晰的唯一一张照片 照片左右非有纹色 在当时像这样的 这样在照片中配上纹色的情况 十分罕见 主编是先夫君42岁高中中年 人生卸针是长期这样 有编是北京法国公司馆 参长跟美惠里摄影 不像在东京富歇布尔这样 由此克制这是吴清晰的儿子 三一运动民主代表 33人者一的50场所记 不过该记录有一个问题 美惠里是William Mayors的英文名字 此人并非法国公司官的参长官 而是英国公司官的书记官 这照片虽然看起来好像哪里不对 但儿子应该不会不认识父亲的脸吧 这分明是吴清晰 吴清晰见过美惠里吗 是的 见过 只不过不是在1872年 而是在1874年3月 我们之所以能 取消洋人见过面 是因为美惠里将洋人面谈的记录 报告给了洪格外国外交部 第二次亚蓝战争后 朝鲜进入西方列场的眼里 而病因养老、幸运养老的发生,正基于此。 当时的世界最强国英国也对朝鲜忽视眈眈匯立也希望能通过朝鲜时辰了解朝鲜情况。 他原本打算见面的人物是各个世界团的证实, 但是这些证实都以人群无外交为由予以拒绝。 不过身为一官徒领的吴清夕却找上了门。 美惠里对吴清夕的伤门有些意外,但吴清夕说的话更朗朗吃惊。 他感叹于新权大远军与其实力在面对西方列场的隆怒时, 所表现出现无知和权力的欲望。 对于朝鲜在由朝鲜日可能像日本那样被强迫开港, 或像东南亚国家一样成为殖民地的情况下, 仍然无心求便表示放开,并希望欧洲列场能动用军队来打新朝鲜的运动。 这里似乎在说美国的飞机、飞鱼船队打开日本的门一事。 即,吴清夕希望英国能动用军队打开朝鲜国的门户。 美国听完之后,认为这真是一个奇妙的想法, 做奇妙的希望。 为了朝鲜能开港,居然希望让外国人来攻打朝鲜。 吴清夕这个人从1853年至1875年共召访清朝12次。 1866年爆发了病养养老。 吴清夕未想清听报告此事,又再度前往北京。 在北京,吴清夕而沦暖了。 清朝沦陷的模样和希望之久而改变的模样。 也看到西方烈枪出席群列追追点。 吴清夕告诉美慧立,如果在汉阳说出自己对外国所抱持的想法, 是要掉脑袋的。 可以说他清楚知道自己想法的危险性。 但是朝鲜不变,责王的现实又是如此,让他感到切身的幸福。 既然无法从朝鲜内部做出什么行动,那就只好从外部寻求方法了。 总结于评价。 本科是回顾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发生在北京的朝鲜人的拍照历程, 并考察了其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以及北京在清朝与朝鲜两国的温暖交流中地位下降的情况。 从吴清夕的案例中可以直观看出, 虽然北京对朝鲜二连依然是借出新鲜食物的空间, 但是朝鲜却无法积极吸收那里的知识。 北京是吴清夕借出新鲜食物并寻找在朝鲜内部无法实现的新方法的场所。 但是这也尽限于北京。 将北京的所见的所问待会朝鲜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 在外部环境极其变化的时期, 操控车房关系下非常重要的, 吸收新食物的通道却也是在如此受限的情况下慢慢打开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